我作為一個理工科的教授 我就覺得我們特區政府今年 有關創科政策是非常之進取 也都非常之可取 那方向是絕對對的 他是潮著習近平主席提出的 向創科高地建設這個方向發展 還有鼓勵我們培育多些創科人才 做好我們產學研結合的方向 這些絕對都是正確的 很多的措施也都是非常之杜毀 非常之有意思也都會有效果的 那我作為一個大學的理工科的教授 我就接觸我們的博士生 即是說這些未來創科的人才 接觸得比較多些 我覺得我們做好創科這方面的建設工作 我們應該也都多些關心這些創科人才的培養 希望能夠解決他們一些對未來 對生活的各種的需求 比如舉個例子他們的住房 要找個地方給他們住 讓他們有一個發展的機會 如果他們有一個發展的機會 他們將來可以升遷 工作就會越做越好 這個都是呼應習主席所提到的 我們建設香港創科高地 需要做的一些基礎的工作 多些關心這些年輕創科人的培育 讓他們有發展的機會 幫他們解決一些生活中碰到的實際問題 包括找地方住 這些這樣的問題 但是總結來說 今年的創科政策 是絕對是非常到位 方向是絕對對的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希望能夠早日得到雜誌食的期許 我們能夠建設一個創新的高地 為國家的創新事業做應有的貢獻